大家好,我是魔女加2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部设定很有趣的动画电影 颠倒的帕特马 影片开始 科学家们进行了一场有关于重力的实验 然而因为重力的变化 地球上发生了一起可怕的意外 很多人以及建筑都被吸进了天空 女主帕特马打从出生以来就居住在地底世界 和我们一般的世界不一样 那里阴暗狭窄,终日不见阳光 因此帕特马经常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 经常一个人偷偷跑到族人号称危险区域的地方探险 从外边回到房间 从小与他亲为主马的波尔塔和老族长 在在房间里等着他 老族长看出了帕特马偷偷去过危险区域 严厉的教训了他一顿 见帕特马不听话 波尔塔只好告诉他危险区域有着可怕的蝙蝠人出没 没想到老族长却打断了波尔塔的话 没让他说下去 这背后究竟是什么事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帕特马这些年来都很想念一个大哥哥 老族长的儿子,拉格斯 拉格斯和这里的人不一样 他一心向往这外边不同的世界 因为他,帕特马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 有着美丽的天空 在最后一次见面时 他送给了帕特马一张照片 一张写着真正的世界的天空照片 在那以后,拉格斯再无消息 可能是放弃了这里,不打算再回来了 也可能是死在了外边 外面的世界究竟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帕特马再次来到了危险区域 很不幸,这一次帕特马遇上了波尔塔之前所说的蝙蝠人 所谓蝙蝠人就是倒掉在天花板上的奇怪人类 蝙蝠人拿出了电击棒想要抓住帕特马 躲到断桥上的帕特马意外的掉下了一个无尽深渊 原来所谓的危险区域 其实是地底世界和地面世界的交接口 帕特马的背包被倒挂在篱笆上 惊动了在篱笆旁休息的男主,英智 看见正在试图拿背包的帕特马 英智知道,自己遇见了课文上常见的颠倒人 这时的帕特马只要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吸入天空 英智想要帮助帕特马,却被他拉了上去 直到帕特马把背包丢去 重量翻转才能重回陆地 善良的英智将帕特马带到距离学校不远的小仓库 这里的一切和帕特马都是相反的 帕特马在这里几乎完全没有踏足的地方 英智觉得今天的一切都很不可思议 警报响起,英智得回到学校去了 在这里,不上学可是会被取消公民资格的 于是他离开前,承诺帕特马一定会回来给他带吃的 两个世界互相颠倒的人建立了首次的新人 英智回到了学校,这里有着很多和他一样的学生 他们面无表情,追守着学校的校规 课堂荧幕上,爱赫国当代的统治者伊邪再一次说起多年前的那起重力事故 那起事故中很多人都被天空夺走了生命 但伊邪却觉得他们之所以坠入天空 是因为他们本就是罪恶深重的灵魂 这里的制度非常封闭 上课时,英智因为望向天空而被导师强制扣除了学分 放学后,英智中处约定给帕特马带来的食物 夜晚,英智坐在仓库边仰望星空 他问帕特马,天空可怕吗? 他让帕特马看一看星空 帕特马因为精力差一点被天空吞噬而对天空心有余悸 但随后看见英智书包反射出的星空竟是如此美丽 他还是鼓起勇气将头抬出去 引入眼帘的一幕让帕特马感到陶醉 他开始明白了拉格斯喜欢外边世界的原因 英智很高兴 帕特马是第一个说天空很美的人 他告诉了帕特马有关于自己父亲的事 父亲一直对天空以外的世界很感兴趣 最后还制作了一台飞行器 起飞前,父亲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认为这是不祥的行为 而确实,在当任飞行器起飞后 父亲突然冲飞行器掉了下来 成功升上天空的只有一台空无一人的飞行器 父亲多年来的努力得不到认同 加上死亡来得太突然 以致英智这些年来都觉得难以释怀 帕特马表示能够理解英智父亲的举动 英智的心似乎得到了一些安慰 另一边乡 上次的蝙蝠人将在地底世界遇到帕特马的照片交给了医邪 医邪从监视器中找到了帕特马的行踪 隔天一早 英智看见了远处向他们步步逼近的治安警察 治安警察也就是当天帕特马碰见的蝙蝠人 英智意识到大事不妙 但是帕特马就想逃跑 打开仓库 帕特马在也没有立足之地 他选择了信任眼前的英智 英智带着帕特马走了好一段路 逃跑成功之际 却被医邪的手下捷克用网拿下 两人约了过去 醒来后的英智受到了警告处分 帕特马则被带到了爱赫国总部 医邪再次说起多年前的那场事故 他认为颠倒人的存在破坏了爱赫国的完美 被天空吞噬的罪人 怎么可以活在爱赫国的土地上 说完他打开布帘 让帕特马看一看 他珍藏在水里多年的颠倒人 帕特马看了一眼立即摊软在地 因为眼前的这个人正是失踪已久的拉格斯 在英邪的眼里 所有的颠倒人都该死 自从帕特马被带走以后 英智一直很自责 他知道被关在总部里的帕特马一定不好过 但渺小的他能做些什么呢 他一个人来到当初和帕特马相遇的交接口 遇见了从地底爬上来想要救帕特马的波尔塔 英智想他一定就是帕特马的朋友 于是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 跟随他到了地底世界 来到了地底世界 英智成了这里唯一的颠倒人 他这里才知道 用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视角看世界 竟是如此的陌生 他下定决心要和波尔塔一起潜入塔内拯救帕特马 两人通过地底中心和总部的交接处潜入了总部 总部的监控特别多 两人经过了重重难关来到了总部顶城 顶城没有波尔塔能走的路 于是他只能自己另寻通道 英智一人进入了顶城 冲上前来一把抱住了帕特马 面对哭泣又害怕的帕特马 英智抱得更紧了 他决定带着帕特马从屋顶逃跑 英智闻讯带着一群警察赶了过来 英智用椅子砸碎了顶城的玻璃 但这一次的重力不一样了 帕特马的脚因为被英智锁伤了负重物 英智的重量抵不过帕特马的重量 两人险些就被拉上了天空 英智上来一把拉住了帕特马 他没想让帕特马轻易的死去 大浪除下杰克用枪杀死英智 拿着枪的杰克迟疑了 连看英智就要被杀死 帕特马挣脱了衣鞋 往英智的方向扑了过去 两人在众人的眼前双双坠入天空 距离天空越来越近 两人终于看到了天空的真面目 平时仰望的一片星空 居然是一座有着很多很多盏灯的五人城市组成 这到底又是什么一回事 帕特马抱着英智行走在这一片空无一人的城市 终于在这里找到了自己丢失在天空的背包 以及英智父亲制作的飞行器 进入飞行器 帕特马成功用其他的副重物 砸碎了戏在他脚上的锁链 在这首飞行器里 有着一本英智父亲遗留下来的日志 从这本日之中 两人发现原来英智父亲 遇见过与自己重力相反的颠倒人 拉格斯 知道这里的人将颠倒人当作罪人 英智的父亲将拉格斯藏了起来 也在相处的过程中 发现两人有着同样的梦想 同样好奇天空以外的世界 以及希望世界上的人类能够共存 在拉格斯的协助下 英智父亲成功打造出飞行器 在英智父亲起航的当天 拉格斯同在远处充满期待的望向天空 看完日志的帕特马与英智 知道彼此之间早有渊源 星与星的距离更靠近了 事情发生以后 杰克在监控器前 回想起以前发生的种种 原来当年英智父亲的死 并不是意外 第二天早上 太阳快出来前 英智成功启动开关 卸下了所有的负重物 两人随着飞行器 缓缓的回到地面 易协在监控器前 看到平安回来的英智和帕特马 立马就派人去追捕他们 两人再次经历逃亡 这一次他们成功的 往地底世界的方向坠去 经历了那么多 帕特马终于回到了家 故事却没有因此而结束 易协和杰克来到了地底世界 易协想要把颠倒人一举拿下 出乎预料的是杰克背叛的易协 眼看易协就要开枪 波尔塔上前扑向易协 最终波尔塔 易协 英智以及帕特马 都坠落了地底深处 飞行器重重的砸到了底部 地上被砸出了一条裂痕 丧心病狂的易协仍不死心 给英智的腿开了一枪 双方又开始了一番纠缠 纠缠间地板终于完全裂开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地板的尽头居然是另一片天空 易协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成了下一个坠入天空的人 原来多年来 他所相信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危机当前杰克用网 揪下了英智和帕特马 故事到了最后 谜底终于揭开 原来爱特国的人才是真正的颠倒人 他们的天空 星星 云朵都是假的 多年前 发生了重力事故以后 为数不多 受到重力影响的幸存者 放弃了地上的生活 潜到地下建立了爱赫国 幸免于难 没有受到重力影响的科学研究者们 背负起这份罪念 为爱赫国造出了假的星星 太阳以及天空作为弥补 而自己则住进了自己建造的地底世界 过了很久很久以后 重力颠倒的爱赫人 与科学研究者的后人们 失去了交流 有心人在接下来的教育里颠倒了是非 以致爱赫国的人都以为自己才是正常人 如今 透过医邪的死 透过英智以及帕特马的这段感情 透过浮出水灭的真相 世界上的人类能够共存吗? 可以的 并除一切的误会 人类定能迎来一个好的结局 颠倒的帕特马 这部电影带给了我们两个很简单的道理 没有身临其境 是不可能生同感受的 英智诚以为自己明白帕特马的感受 直到自己来到了帕特马的世界 提会过那种一不小心就会坠入万丈深渊 世界与你相反的陌生感 他才知道 原来自己所谓的理解 只是自以为是罢了 第二 我们所看见的未必是真的 真的未必看得见 正如我们所坚信的事未必是事实 即使是事实也未必是事实的全部 很多你想看见的 都是别人想要给你看见的 而面对这些唯一能做的 只有在信念崩塌时努力把心态摆正 好啦 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影片的YouTube朋友 欢迎点赞分享 以及点开订阅旁的铃铛 至于喜欢我影片的B站朋友 欢迎点赞,分享,投币,关注,转微波 我是魔女佳儿 我们下期见